醫院的櫃台前面站著兩名女子 她們一邊等候邊聊天 突然手上拿著綠色紙張的女子 瞬間昏倒了 旁邊的友人嚇了一大跳 剛剛不是還聊著天嗎 醫院人員趕緊過來幫忙 也通知急診 病床很快被推了過來 立刻把患者送往急診室 她沒了呼吸心跳 被救了回來 接受心導管手術治療 患者當時並非疾病就醫 而是換工作 原本是在工廠上班 要轉任居家照護 所以到彰化醫院做職前健檢 結果在櫃台前倒了下來 醫師檢查判斷 她是甲狀腺機能抗進 引發心肌梗塞 她說前一陣子 同事都說她瘦了很多 但是她沒有量體重 估計大約瘦了五六公斤 突然爆瘦 可是甲狀腺機能抗進的症狀之一 醫師表示 甲抗可能引起心臟衰竭 或心率不整 但是造成心肌梗塞 不是很常見 患者有可能是非典型的表現 好險昏倒的地點就在醫院 緊急救回一命 TBS新聞陳志中吳淑平 彰化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反映 都在醫院 有問題 看一下 感谢观看